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够帮助我们成为行善的工具 相反成为批判 批评 论断他人的工具是 知识对于我们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是虚空 同样的道理 我们信基督 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读神的话语 圣经给予了我们丰盛的知识 然而圣经的知识若是不能够帮助我们成为行善的工具 帮助我们建立与上帝的关系 那么我们只会成为律法主义者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保罗也这样警戒我们说 让我们要管理我们的罪 不要随意去论断他人 愿神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 凡没有律法犯的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的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原来在神面前 不是听律法的唯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 他们虽然没有律法 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 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 磕在他们心里 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 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 或以为是或以为非 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 以密室的日子 照着我的福音所言 今天的经文是 罗马书二章十二到十六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十二节 在这里圣经说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 也必按律法受审判 好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这些经文说 凡没有律法犯了罪 也必不按律法灭亡 这句话所强调的是 不按律法灭亡 并不是说不会灭亡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犯了罪 也会灭亡 只不过他们不按照犹太人 所持有的律法的规则灭亡 实际上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 所有人的结局都是灭亡 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整个罗马书 前三章的内容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保罗 把犹太人和外邦人 全部都圈在了罪恶当中 总结一句话就是 所有人都是罪人 没有一人 你看一个没有 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无论是有律法的犹太人 还是没有律法的犹太人 他们都犯了罪 都是罪人 罪的结局就一定是灭亡 就一定是审判 因此第十二节实际上强调的是 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所有的人都会灭亡 这和有没有律法 并没有关系 那么律法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律法的功效是让人知罪 让人知道自己是罪人 从而悔改归向真实 就好比说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红灯这个规则 我们就不知道 喘红灯是违法的 如果没有红灯这个规则 我们就不知道 我们需要在十字路口 需要停下来 让他人迁省 所以同样的道理 律法的功效是让我们 知道我们自己的罪 知道我们犯罪了 摩西五经存在的核心 就是要帮助以色列民族 建立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摩西五经 就是犹太人的律法 让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 知道了以后 他们需要悔改 归向上帝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没有律法的外帮人 若能悔改相信上帝 没有律法 他们仍然可以得着神的恩典 神的救赎 在旧约圣经当中 有很多外帮人 他们得着了神的恩典 得着了神的救赎 比如像喇和 他是一个没有律法的外帮人 比如像路德 他是摩押人 但他按着自己的方式 他遵守了神的律法 重要的不是他遵守了神的律法 重要的是他信耶和华 他相信上帝 因此上帝也拯救了他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有没有律法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信不信上帝 有没有来到神面前的信心 所以旧徒不是信基督教的宗教徒 我们很多时候信耶稣 好像我们是信基督教 我们只是遵守宗教的礼仪 而没有与上帝建立关系 旧徒不是信基督教的宗教徒 而是信耶稣的罪人 我们不要因为圣经是这个世界上的最颤销的书 不要因为这个圣经是人类历史上 璀璨的一本书籍 我们就努力的去读它 去努力的去想要获得圣经给予我们的知识 想要借助圣经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属实的成功 圣经的真正的功效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 并且透过圣经与上帝建立圣洁的关系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 是因为我们要追求一种宗教中高善的伦理生活 还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助的罪人 从而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 我们愿意来读圣经 是因为圣经能够帮助我们获得世俗的成功 还是因为我渴慕上帝的话语 渴慕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从而去阅读圣经 从而去研究圣经 我们的目的决定我们 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基督教不能够让我们进天国 但只有耶稣能够让我们享受天国的祝福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在这里圣经说 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唯义 乃是行律法的称义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在这里提到两个关键的概念 一个是听律法 一个是行律法 听律法是什么意思 听律法就是知道律法 但行不出律法真正的经义 行律法就是知道律法的本质意思 按着律法的本质意思 能够活出一种该有的生活状态 在犹太人当中 他们很多人他们都知道律法 但是他们却行不出律法的经义 比如像律法当中规定要遵守安息日 犹太人只不过是在遵守 安息日这条律法的字面意思 他们只是到了那一天 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 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 然后去遵守这样的律法的字意 字面上的意思 他们并不知道 为什么上帝要制定安息日 为什么上帝要让他们遵守安息日 安息日的意思是与上帝之间的关系 安息日的意思是要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 如果在安息日当中 失去了这位主要的角色 上帝 那么这个安息日实际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所以耶稣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祖 关于安息日不是做工不做工的问题 安息日是敬拜上帝来享受与上帝之间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所以这是律法的经义 安息日律法的经义 同样在律法当中规定不可杀人 所有的犹太人 很多犹太人他们都遵守了这条律法 不可杀人 但是很多人他们并不明白 不可杀人的本质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上帝要制定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意味着 人与人之间要去尊重他人的生命 因为生命的主权是上帝的 生命是神的领域 我们需要通过不可杀人这样的一个律法 去实践彼此相爱的道理 所以耶稣在这里说 像那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贪婪 或有别的诫命 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当中了 有很多法利塞人 有很多律法主义者 他们遵守了不可杀人的诫命 但他们却没有爱人如己的行为 他们仇恨自己的同胞 他们仇恨信耶稣的人 他们带着仇恨生活 他们相当于没有行出律法 那么那些没有律法的外班人 他们却能够爱人如己 他们却能够饶恕宽恕那些伤害自己的人 这些没有律法的外班人 按着这样的爱人如己的行为 他们却行出了爱人如己的 行出了不可杀人的诫命当中的精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是这样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去反思 听见福音并相信福音并不意味着 我们能够被称义 真正的信心是具有行出福音经历的行为 比如说我们信耶稣 信耶稣 但是我们的生活不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的生活还是任意宛为的生活 我们无法顺服基督 我们无法忠心于基督 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改变 我们没有像一个新造的人那样 去努力过信仰的生活 那么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心是无效的 因信称义的信心是一种行为的表现 正如亚伯拉罕一样 当上帝的恩典 临到他的时候 他以顺服来表现他的信心 当他离开无我的时候 离开本族本家 富家 陛下一个自己还不知道的 应许之地进发的时候 他是完全无条件的顺服了 上帝的呼召 顺服了上帝 因此他信上帝 上帝就称他为义 所以几兄姊妹们 信仰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我们需要努力的通过每天的灵修 去实践上帝的话语 我们时常来到神的面前 做一些宗教方面的礼仪 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去阅读圣经 阅读圣经的重点不是读 而是通过读去行 通过顺服的行为 去实践圣经当中的真理 我们只有通过我们的行为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的信心变得成熟 也能够让我们的信仰生活 变得更加的蒙受上帝的祝福 愿神祝福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慈爱天父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感谢主赐给我们的话语 感谢主每天能够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按着我们 让我们能够按着上帝你的心意而活 也让我们能够通过主你的话语 能够实践我们的行动 让我们每天每天通过主你的话语 去付出我们的行为 努力让我们的信仰变得更加的成熟 努力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真正新造的人 让我们的老我 每天通过灵修 通过上帝的话语 一点一点的被破除 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我们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祝福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